那既然我这么高 那其他选手呢 比如说那谁家那小谁 那谁家那小谁 那谁家那小谁 还有那家的黄小黄 你不就是想问黄小黄吗 我问很多人呢 大美我告诉你 黄小黄的票挺少的 他跟你有一定的差距 他才249票 那么少啊 没人给他投票啊 是啊 我怎么感觉他跟我一样多呢 是吗 那么都差1.250吗 哎 这我倒没有发现 我跟你说 就你那一票是很关键的一票 你跟我说你那一票 你投给谁了 排冰箱吧 你问你关键时刻你就打岔 你说你投给谁 你说你说你这必须说 哎 那个大美啊 我问几个问题 你说你像你买这个新冰箱 人家都送货上门 你为什么非让我送门上货呢 嗯 这是个问题啊 对呀 我没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 我导导 啊 对 我是这么想的 赵刚子 你说你天天在物业公司坐着 看报纸喝茶水 你做时间长了吧 我就担心你误住血 我就想你没事 到我们楼上面这个地界溜达溜达 看看我们上帝们都有什么需要 看看你 你有什么需要 你说我给你解决吗 哎呀 我这个需要不好解决 没问题 我帮你解决 我想要个丈夫 你们家冰箱放哪 哥屋里 哎呀我的妈 哎呦 慢点啊 好 我得打一跳 慢点 哎 来进来进来进来 给我吧 嗯 进呢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哎 这谁放的酸菜缸啊 你进来 不是 你这门太窄 我进不去呀 这挡的 那你 不行 所以我得问问 这谁放的酸菜缸啊 这是 你也看见酸菜缸了 啊 你这个 这个楼道里 就两户 反正不是我的 那你说是黄小华呢 那是你说的啊 这个不是我看的 赵缸子 请解决问题吧 我先歇会儿 黄小华 黄小华 呀 缸子哥 哎呀 咋的 黄啊 今天呀 我帮大美抬冰箱 大美家住对面 好的 黄小华 又咋的 没说完呢 我帮着大美啊 谈冰箱 大美家住对面 你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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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说完呢 我帮着大美 拆冰箱啊 这是酸菜缸 你看卡在这儿的 这酸菜缸是谁的呀 想吃酸菜了 晚上给你捞两颗 好的 这 哎 哎 黄小华 你干啥的 那么多事呢 你 这酸菜缸 是不是你们家的 啊 我跟你说 咱物业有规定啊 业主不能往楼道里面放东西 那我也没违反规定啊 那酸菜缸又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是谁的呀 我妈妈的 这么着啊 那个咱妈的酸菜缸 也不能放在这儿啊 你跟谁 攒攒的呢 啊 赵干子 你跟谁 不是 你说 你要跟谁来攒攒的 不是 那个小华 你控制一下情感 好不好 你晚会退 你退回原来的位置 好不好 退回去 小华我跟你说啊 你妈妈 我阿姨 她老人家的酸菜缸 也不能放在这儿啊 我知道 你看看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是不是 你看我今天帮人家 大美台冰箱啊 都卡在那个位置 你这么说 我就不乐意了 原来是帮大美台冰箱 卡那儿来找我麻烦的 是吧 谁 小缸子 全小区这么多人 你为什么不帮别人台冰箱 就帮大美台呀 怎么的 大美美呀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说 这跟美不美 没关系 我跟你说 你就是长得磕尘 那我谈 我该台 我还得台 对不对 你让我台 我能不台吗 怎么呢 我磕尘呢 我没说你磕尘 我说你长得美 骗谁呢 我美吗 行 你不美 你磕尘 谁磕尘 你是美里边 不是 你是磕尘里边最美的 她是美里边最磕尘的 行不行 那我俩到底是一样磕尘的 还是一样美呀 你俩是磕尘里边有美 美里边有磕尘 那到底是谁磕尘呢 美不美 美容院说话 明白不 黄小黄 我跟你说话 怎么这么费劲呢 我是物业 我就管服务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看好好聊个天 还激怒呢 我能不激怒吗 你说你问这问题 估计 我知道 你是来解决问题的 就是 你赶紧把这酸菜缸挪走了 行不行啊 酸菜缸都是小问题 还有大问题呢 什么大问题 你别急 时间马上就到 啊 干什么玩意这是 听 完了 我去 完了 根据我的经验不是演习 黄小黄 这咋着火了 黄小黄 赶快 我掩护你 快 撤撤撤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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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臭糕子的 大把猴子的 怎么的 看来你张啥几书家呢 在那儿啊 怎么 你接着往后听 这什么个意思 这明显有人练赏嘛 我的妈 这是练赏啊 我这生意也太刺激了呀 不行 我必须得控制 否则这一个楼道的人都跑没了 我倒无所谓呀 跑了一个礼带了 车步我还做到三一九呢 我行 楼上那心脏命老大也行嘛 是是是是 这是谁家呀 这是 我哪知道啊 这一层就住两户 一户我家 一户 你说是大美家发出的声音 哎呀 这可不是我说的 赵刚子 你看 问题来了 解决问题了 好 大美 大美 呀 问题解决了 不是 我问你个事 刚才那个拉井别是从你们家出来的 拉井别是从你们家出来的 啊 什么情况啊 我妹妹 要考音乐学院 声乐系 女高音 花枪 你妹妹这不是花枪 你妹妹这是武器 我跟你说啊 这是噪音 扰民 不行 你怎么说话呢 什么武器啊 伤害到你哪啊 啊 我明白了 这肯定是有人告状了 是吗 我让你解决的是酸菜纲 你跟我说的是花枪 你要想解决花枪 你就先给我解决酸菜纲 再解决我的花枪 去 黄小娃 怎么的 是不是找到源头了 你高风亮节 好不好 你先把这个酸菜纲挪走了 然后我给你解决花枪 你看行不 没问题 不就是挪酸菜纲吗 是 挪哪儿啊 挪哪儿啊 就挪你家里去呗 放不下 那就挪到你那地下车库 车厅哪 那你放冰箱里 你摆试试 这样 黄小娃 你把这两个酸菜纲 放到我们家行不行 哎哟 赵刚子 哎哟你不得了了 不就是有人投诉一下酸菜纲吗 你就屁雕屁雕过来解决问题 把你自己家都搭上了是吧 你别说话了 你说啥呀 不就大美美吗 就比我优先啊 大美大腿长 就比我快一点 再跟大美大 不是 不是 这跟大腿有什么关系啊 你还想有啥关系啊 赵刚子你别忘了 你是有父之父 哎 不是 有父之父怎么的了 有父之父赖我吗 有父之父跟大腿有什么关系啊 大腿是大腿 有父之父是有父之父 干什么玩意 大腿 大腿 大美 大美 又解决了 又解决了 来来来大美 我跟你商量商量 你高峰谅解好不好 你这样 你先把你家那个噪音呢 以后就停止了 酸菜纲我给你解决 好不 凭什么我就高峰谅解啊 不是 你这就明显欺负人 你知不知道 人过去有人说说家里没个男的 就招人欺负 我今天真相似这句话了 你就情人 我跟你说 你不就是看 谁虎 谁白 谁白田 你是像个谁吗 什么白田 我告诉你 赵刚子 你不要忘了 你是有父之父 挺自重 哎 哎 不是 我有父之父哪的了 有父之父赖我吗 有父之父跟虎白田有什么关系啊 虎白田是虎白田 有父之父是有父 你应该怎么办啊 小哥 我明白了 这俩人是杠上 今天大美让我抬这冰箱 就是为了让我发现这个问题 我来解决 大美 你出来一下行不 我讲话 咱出来解决一下行不 看我怎么收拾他 我还不信我收拾不了他了 我收拾不了他 我就白当有父之父 不是 我就白当中产物业 喂 老刘马 就是咱们社区啊 选这个最美女青年的事啊 现在我已经在他们家门口了 两位女青年啊 都不出来 你看怎么整啊 哦 就换人是吧 好的 赶紫哥 赶紫 行了 不用换了 两位女青年都出来了 哎呀 你买那刚 哎呀 大美姐 哎呀小花你在家吗 哎 你是不是又瘦了 你看我腿是不是又长长了 他长到嗓子眼呢 哎呀 你这裙子真好看 你这在哪买的 你真会买衣服 我嫌你可白了 惨白惨白的 这个是这样啊 二位 这回咱们社区啊 评选最美女青年 你们觉得谁最美 那还用说吗 那还用说吗 那小黄呗 怎么可能 大美姐 多有气质啊 你怎么打呢 我多磕着呢 哎 你哪有我磕着 不是 我磕着 哎 你磕着不过我啊 我还是我磕着 现在谁磕着 谁先说话 我说了 我最磕着 我先说话 行 我跟你们说啊 咱们这回评选啊 最美女青年 不光是颜值要高 素质也得高 那太简单了 so easy 太简单了 这事 so easy 不是 哎 大美 我问你个事啊 比如说你在咱们社区里边 突然有人摔倒了 你扶不扶 那我肯定 撒开腿过去 扶起来 把他送掉 太好了 比如说你邻居家 做饭的时候 突然没有盐了 你怎么办 那我肯定撒开腿上超市 给他买包盐送掉 比如说你发现 你邻居家那个钥匙 挂在上面没拿走 怎么办 那我肯定撒开腿上 你拔起来 我给他收好了 比如说你们家邻居 酸菜缸没有地儿放了 你怎么办 那我肯定撒开腿过去 把酸菜缸一爆 送我家车库去 反正我也没事 明白 腿肠就是好吃 来 大美 抬酸菜缸 行 来来来 哎等会儿 你过来过来姓赵子 来来来来 怎么的 我这么一说嘛 我怎么感觉 我有点让酸菜缸 给扣里头了 我跟你说啊 大美啊 你刚才说那些话呀 让我感到了你的素质 我什么素质 特别高 真的 真的 你看你看 你怎么素质高 你思想觉悟高 你水瓶高 真的吗 我从小就这样 是 我就一直都没变过 哎呀 黄小伙 你看 你对面住着个三高 你看着办吧 哎呀 大美姐 我听你一席话 我都觉得我特别矮小 哎呀 我觉得 没关系 哎呀 大美姐 哎 你妹妹不是要学声乐吗 我就认识声乐老师 上他们家去 极高极高 锻炼锻炼呢 哎呀 太好了 我正愁给他找不着老师呢 谢谢你啊 你科技啥 你看我这酸菜缸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 不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 老文质酸菜 他很习惯了呢 你说 那个也不好意思 我给你道不歉 我妹妹这两天 她练声 我跟你说 这十多天 我都没 没事 这不是给我们提供锻炼身体的机会呢吗 是不是 你其实 你看你们两个人 你看啥话没说完呢 你让我说两句 不是 你不要说啥 听我跟你说 你让我说两句啊 你看 其实街坊里面之间发生点矛盾呢 有点磕磕胖胖 其实没啥 对不对 把这事情解释清楚 不就完了吗 你多说一声对不起 你多说声没关系 啥事都没了 本来也没啥事啊 就是你来干嘛来了 谁让你奶的呀 哎 草草无业 你现在你在这干啥呀 你上班 你在这干啥呀 这是太小事了 这种女人之间的事 你能弄明白吗 我俩感情 你知道吗 就是啊 哎你叫他来了 不是啊 你来干啥来了 对呀 太多余了嘛 多余的事 明白 快点了